有线电视通常是还没有看就先付钱 甚至要预付一年 中途如果不看可就吃亏了 而最近NCC拟定了新的定型化契约 最快在过年之后 消费者就可以选择先收看再付费 不同于电话费或是水电瓦斯 有线电视的付费方式 若是还没看就得先付费 多数的消费者是以计较的方式 一次付清三个月的费用 兰西西认为 业者不该在消费者还没有看就先收钱 于是在定型化契约中 加入了当月缴费的新选项 让消费者可以先收拾后付费 你不能要求消费者说一定要预付 你可以让消费者说 我要选择月付的后付制 这项修正草案已经在这个月六号 经由消保会讨论通过 等NCC完成公告就可以实施 最快农历年后 消费者缴有线电视费用 就能多一项选择 另外为了因应电视数位化跟汇流的服务 NCC也研拟解除 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分区管制 如果能够适度的开放 让规模经营区扩大 有助于整体发挥规模经济 让他的节目品质 跟消费者收视的这个价格 能够发挥他的效益 打破系统业者分区经营的限制 NCC将改以单一加业者的用户数 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总用户数 来避免少数业者垄断市场 美感社的罗世宏教授认为 开放管制应该有助于促进 有线电视正面发展 不过如果有线电视频道的上架机制 跟数位化的进程 无法有突破性的变革 总使未来民众 有两架以上的系统台可以选择 内容可能还是大同小异 记得陈淑峻英蕾 旗台北报道